这个是几年前发生的一种 那有没有讲现今的推背图 有啊 47像就是讲现今的中国 47像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图呢 我们看到有一个书架 书架是代表什么呢 书架里面有两种书 一种呢就是接装书接叠的 接装书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看到有时候 香港政府有些的宣传冊子 将很多叶子接在一起 那就是一本书仔的 那些叫做接装书 古代呢 因为印刷技术 钉装技术不是那么发达 那就用这些方法来做一本书 就是多几页叠在一起 那就是一本书 这就是接装书接在一起 那另一种书呢 就叫做滚组装的书 滚组装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字画 现在有些字画 你卷卷在一起 一张很长的字 卷成一卷 摊开 那就是很大张 那在唐朝初年呢 只是有这两种书的 那我想问你 问大家 接装书放在哪个位置呢 接装书呢 我们看到我们前面呢 有一块长方形的平板 是不是 接装书就放近平板那边了 是不是 另一种书就是滚组装 滚组装的就是远离平板那边 近平板那边呢 就是接装书了 接装书是怎么写的呢 踢手边做个杂 那我们掩住踢手边 那就是杂 近平板那边 不就是近平啊 习近平三个字 看完了 那 有习近平的名字 那有没有讲他的功绩呢 那些内容 那些文字内容是讲些什么的呢 那 那撮耀呢 那重点呢 这个47象 那个实义啊 本象的实义 就是两句 英明神武指微声 一带一路 习近平 那些字呢 是收买的 不是说一眼就提得到的 那 我略略讲少少大家听 其他那些大家自己想了 那 那 在那些文字之中呢 英明武指微声 这些字呢 都已经是找得到的了 但那些神字呢 我说英明神武指微声 那些神字 收买在哪里呢 那些困字 乾坤的困字 如果掩住那个土字呢 就是一个身 是吧 如果身字加个是字偏旁 那就是神的了 但是我们找不到个是字 是字就没有 但是有个义字嘛 义言一出见英明嘛 这个义字 那些广东话呢 就跟一二那个义是同音的 那就是有个义字啦 义字 有了 那那个是字 所以 神的偏旁呢 就是一个是字 那是字 有个义字 还有有个小字 那是不是小字 好字 好字 其实这个是三随 三随是指什么呢 是日月星 神嘛 神是说原来 那个字呢 是包含日月星三个字的 就是这三随了 那日月星 咦 有哦 子未声明嘛 那名字就是有日有月 也有声了 那故子 又有个义字 又有三随日月星 神字又有了 刚才那个坤字 有个神字 那就成为了一个神字 那故子大家要对那些 字怎样形成的呢 要看一下这个说文解字 那故子的神字呢 是包含了在那里了 那故子 英明神母 有紫微声 每个字都在里面 那一带一路 那习近平呢 那我说多少了 那习字在哪里 躲在哪里 没有哦 看不到那习字 但是 你是广东人呢 你就懂得 匹夫有宅 宅 宅字 不就是宅字 差不多 那习近平 习近平和习近平 有没有分别啊 差不多啊 人家要你读 歪了一点点 习就是习 那还有啊 好把旧书多读到 是什么意思呢 不就是 就是 就是说 寅习咯 学义时习之嘛 没错了 这一句呢 就即是 讲个习字了 如果你读个论与学义时习之就知道了 这一句就是讲个习字 音又有了 解释又有了 有了 有了个习字啦 匹夫有宅 和学义时习之 都是讲习近平 那个习 那个习字呢 有 忏的第四句 一言为平嘛 你掩住他言字边 那就有习近平的习字咯 那 在这一句呢 我想提提大家 有很多版本呢 就说一言为君的 他是用个君字的 你用君字是错的 是因为呢 那些诗句呢 经常是讲押韻的嘛 大家明白了 指未声明的名字 和君字是压韻的 但是那些名字和平字呢 就压韻了 那那个平字才是真的 那那个君字呢 就不对的 那我们这个版本 那我们这个版本 一言为平呢 才是原版来的 那有 杂也有平 那近在哪呢 大家自己去找啦 那我提一提大家 就是中的第二句 田间第一人 那大家想一想 我讲了48仗 一小小的东西 这次呢 我应该是讲47仗的 48仗呢 也有讲少少 嗯 习近平的 他一句叫做 缺帐为例 48仗 这个缺呢 就和缺小的缺是同音的 那这个 那维尼呢 维尼呢 维尼就是小红维尼咯 那这四个字就代表什么呢 就是 就是 维尼啊 習维尼 習近平 習大大 呆拜了之后的警方 那是怎样呢 大家去研究研究 那我就不方便讲得太多 因为 那内容呢 是未发生 未发生的事情呢 就不应该讲那么多 天机 不可泄露 那 47仗 就是这样